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他的女儿实施了违信 从禁局器材室到处器材室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到放学时间翟某某才让他离开 并对他进行多次警告和威胁 北城市相关负责人表示 家长报案的第二天 翟某某就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市委市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对此事的态度是很坚决的 要求依法依规严肃处置